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二阶段决战顿巴斯 乌克兰能不能取得胜利 关键就在美国针对顿巴斯战场提供的军事援助 要能尽快送到顿巴斯前线的乌克兰士兵手里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 我们常常听到美方官员说 美国的武器系统对乌克兰来说未必是最好的 因为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但是现在战争进入第三个月 美国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现在美国是尽可能的提供给乌克兰 打败俄罗斯所需要的武器 除了弹簧刀无人机还有榴弹炮之外 其他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关键武器系统 也已经开始进行训练 有超过一半的90尾罗斯人 我们在乌克兰已经在乌克兰 我还要记得 有超过50尾罗斯的军事兵人 在乌克兰在乌克兰 无人机的部分弹簧刀无人机 其实在第一阶段战事就建功 那么这个弹簧刀无人机的种子教练训练 其实是在美国境内密西西比州进行的 那么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表示 最新的凤凰幽灵无人机训练也已经开始了 其他的重型武器像是155口径榴弹炮 美国其实一般来说美军正常训练时间是要三个月 但是乌克兰种子教练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受训 第一批已经结训 现在第二批50人 第三批100人 这种子教练的训练是在乌克兰境外进行当中 那么美国也提供反炮兵雷达给乌克兰 让乌克兰可以锁定俄罗斯火炮的位置 再予以反击摧毁 那么这部分也是在训练当中 今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就透露 这三个训练地点当中 有一个是在德国 那么俄军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边境是有大量的炮兵 美国官员认为在接下来几天 俄国军队就会对顿巴斯采取大规模的炮火攻击 也因此不管是训练还是武器运送 乌克兰现在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就说 凤凰幽灵无人机已经送到了欧洲 那么100架弹簧刀无人机也已经在乌克兰境内 接下来24小时之内 还会有12个架次的运输机物资抵达欧洲 另外美国也会提供给乌克兰网路防御设备 TVBS闻家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것